字幕提供 有個即時翻譯,我就可以輕鬆一點 還有一班的嘉賓,都是老師的同學 學生,你好 Hello,我是Yeda Yeda是香港人 今晚有一些朋友會輪到我聊天 大家都知道,其實師傅是一位進入原神功 幫人進入原神功的老師 我知道老師也出了一本書 《心靈風水》 可以介紹一下你自己的第一次的著作嗎 第一次的著作 再靠近一點 這次的書是第一次原神功的書 這個書就是心靈殿堂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靈魂 住在我們的靈魂之家,叫做心靈風水 有一些人他大廳掌管大運 然後廚房掌管錢 有些人錢不見了 可能有側門,有一些無鬼搬運 來偷你的錢 小人陷害,或者是官司 都可能會在你的客廳大廳 還有你的廚房可能會顯化 然後有一些他可能感情有一些狀況 那我們遇到很多 就是跟有一些鬼魅王良 不知道有關係的 就是在我們的主臥房 可能床下面,或者是衣櫃裡面 可能都會常 有些人可能會幫人家下符咒 那他可能就會邀請一些冤親債主來陷害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協助他們 把這些不好的東西把它處理掉 那他的身體健康才會變得很好 當然我們還有一些書房 然後還有我們的 就是掌管智慧的書房 跟我們的花園 花園是掌管身體健康的 所以它有五個不同的景點 那裡面都可以很細緻的去帶領大家 所以這本書給大家一個入門的介紹 就是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來參考一下 好,那簡單翻譯 如果大家之前聽過師傅所說 其實進入元神宮 或者有些朋友都跟過我們台灣團 去一些元神宮 去看自己的運程是怎樣 因為很多時候都會 譬如廚房、書房、睡房 都代表著不同的財富、健康、感情 可能出現了問題的說話 或者跟靈界都會有關的 所以師傅就會透過幫你進入元神宮 就幫每一個善信 可能做一些東西 譬如一些不漂亮的花 就幫你種漂亮的花 又或者廚房裡面有個米缸 留財、留米的 所以這就是所謂 特別是台灣會相信元神宮的做法 我想問師傅 有沒有曾經處理過一些 真是說有靈界出現 原來一個元神宮裡面 真的看到有靈體出現 其實是 現在即時翻譯 有 其實有一些靈體是比較特殊的 比如說我們有一些學員 他在調整的時候 他可能在客廳的時候 可能就會看到棺材 棺材 棺材 然後就有他自己的家人 可能就躺在棺材裡面 然後會跟他說 他其實想試棺材很想走 就是他們自己的爸爸 那可能還沒有往生 可能就事先就已經在那裡預告了 那有一些他是 因為別人可能就是生意上的 就是做法 所以呢 那這些也會在他的大廳裡面 就會出現一些鬼啊 然後在裡面就是駐紮著 那在我們的神桌 其實也是代表我們的身體健康 然後他也是會躲在我們的神桌的附近 那我們其實知道有很多 房間有一些就是仙人 就是譬如說狐仙啊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腰啊 腰筋啊 蜘蛛筋什麼的 那他們也是會在裡面做一些鬥法的動作 嗯 就是會透過這個完成功 就會看到 有些自己被害啦 或者有 是不是 靈界會跟著的時間 就會看到 有些可能會黑影出現 然後有些可能是祖先的問題 這樣 都會在那個完成功裡面看到的 這樣 我記得師傅說過就是說 如果透過師傅幫你看圓成功 基本上人人都可以看到的 是不是 每個人都可以看到圓成功 是嗎 因為我們進入圓成功 有六種方法 有六種方法 有些人是進去就可以看得到 很像Lucy那種奇異博士那種很漂亮的畫面 可是有些人是聽覺醒的 聽覺醒是沒有畫面的 他只能夠聽得到有一些 比如說打掉的音靈 他可能就在那邊哭啊 然後就會聽到那種哭泣的 啜泣的聲音 可是他是沒有畫面的 看不到的 他知道 那感受型的人 他的畫面會閃一下就不見 閃一下就不見 所以 對他們來講 就是進入 很多人都會希望說 要能夠看得很清楚 才能夠進入 可是他其實是要用意念去帶動 所以 剛開始的時候 有些人是 第一個直覺第一個想法 連接上來的一個第一個閃爍 從內在突然跑出來的畫面 他是沒有辦法自己去控制那個畫面的 那這個他就會去有一些連結 我們透過這樣子 其實有很多 比如說他剛好搬家 或者是他去租房子 那他租到一些不好的地方 然後有一些不乾淨的東西 那他在能量上 他會去影響到他的原神功的一些狀態 嗯 即有時候會住在一些不好的地方 那可能是裡面有靈界 就會影響自己的原神功 剛才師傅就說 其實每一個人 去見到一個原神功 都有不同的情況 有些會見到 有些可能只是會 有畫面 沒有聲音 那樣 所以要透過師傅幫忙去做 好了 今晚其實也有些個案子可以說一下 那 有件事 是嗎 你可以說一下我 你自己本身都 是啊 都關於古晚那些的 之前在澳門的地方工作 那時候就跟同事去珠海買了一些佛牌 買佛牌的時候 因為第一次接觸 老闆也展示一下給我們看 證明有古晚的存在 開一些可樂 然後插支飲館上去 那些可樂會自己升上來 就覺得喝了 是啊 因為你正常 我後來有試過 就是你放一支吸管 在一支吸管自己升上來 而不是那些可樂在一支吸管上升上來 有得分的 分到的 是嗎 見到有不同的 我是有古晚禍的 都沒有什麼 後來大幾天之內 因為我們住宿舍 那天整間屋只有我一個人在 其他人都沒有回來 然後我本身就掛了一個 即是Postar 在房門後面 冷氣機在門上 然後我第二天睡醒之後 那張Postar 是很工整地放在我的梳妝桌上 好 我們應該有一張相片 應該 對 然後它很整齊 我解釋不到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正常 譬如我開冷氣 它要掉下來 因為Bootab 還黏在門口 即是我的門 我跨著那裡 是Bootab 正常你要掉下地 正常在地板 或者頂盡 你都是去到垃圾桶的位置 但它是很整齊地放在桌上 但你有開冷氣嗎 對 但我印象中沒有開冷氣 我意思是它有個冷氣機在上面 但我覺得怎樣掉都不可能會掉到這樣 而且是很整齊地放 齊齊齊就放在梳妝桌上 對 它不是歪歪地掉下去 它是超整齊放到很邊緣 那就是你請了回去之後出現這個 買了一個佛牌之後發生這件事 那是什麼佛牌來的 都是類似招人員的 是否邪惡一點 陰陰的 不懂得睡 不懂得睡 對 又是這些 請了都不知道是什麼 可能是 那張照片我有給朋友看 他說 我朋友就說他是高靈一點 他看完張照片就頭痛 可以找一些高靈人士看看 到底有沒有感覺到什麼 那這張照片有沒有給老師看過 沒有 老師剛剛看到 我剛剛是第一次看 都不知道他以前在家裡遇過這個問題嗎 其實剛才那張照片 其實第一個 有一些風水上的一些問題 他比較容易招音 那他的那個鏡子的前面 他就是對著床 那這個本身就已經是禁忌 然後他如果說有去請一些佛牌什麼的 放在那個鏡子的前面 那其實是會增加邀氣的一個強力 那所以我應該沒有聽錯 就是 對啊 對啊 所以他就會有增加他的助力 至於他請來佛牌裡面的一些骨頭 或者一些東西 到底是不是就是正的東西 那就要再另外說了 嗯 OK 那所以呢 這次有沒有一個教訓 這次覺得 咦 為什麼又有這些事情發生 就是這樣 有之後都不太敢再碰這些東西 是嗎 是啊 是啊 那就寧願找個其他東西幫忙 所以再一次說就是 這些泰國的東西 我們相信它是有能力存在的 但你不知道要怎樣請回來 或者你剛才他請回來 我都不知道原來是鷹牌還是什麼 那你就相信他了 那就搞了一些這樣的東西 帶頭髮回來 真的 老師你說 你跟他說說 以後 以後一定要請正牌 就是我們真的要找一些就是得到的高僧 或者是至少要有信用的一個商家 對 你才知道你請來的到底是不是正牌 而且你要對待他 就好像對待神明一樣 是要攻著 然後就是不要就是 因為有睡房 就是我們睡覺的地方 其實有的人還會在自己的睡房做愛 所以對這種東西其實是不禁的 大不禁 是不太好的 所以像我們如果說要請一些法師幫忙做法的情況下 也一定要請就是師傅他們把儀式做完 而不是說有一些師傅他會說 你就買這些金紙啊 自己回去找一座山自己燒 其實這些都很代表說他其實不專業 就是有些師傅叫你請那些 或者你自己上山燒了這樣 變了可能呢 其實他就很不專業了這樣 明白 今晚其實除了師傅老師會說一下他的個案之外 待會有另一位嘉賓 這個真是高齡人士 是的 老師另外一個學生 那他 原來他老公也是一個法師來的 他自己也跟老師學完神功 還有原來他住的空宅 哇 一會兒 他的個案都挺厲害的 咦 沒有了 看完了 最清楚的部分 那就停了 對呀 真是不好意思 這只是每晚恐怖在線的精華片段 而已 如果你都想看完的話 就非常簡單 可以參與我們 月費計劃 可以上去 admonpoint.com bigbigair.com 裡面參與這個月費計劃 聲音就是30元 視像是40元 如果加上用APP 就是50元 好了 至於說我不想參加月費 想給Cons看片集 買片集 也可以 可以的 下載我們bigbigair的手機APP 你可以釋除專片 喜歡哪集就買Cons看 所以希望 你快點成為我的付費護員 你會看得最多最恐怖的個案